我们也知道随着疫情的好转 大量的人开始想离开上海 回家了 结果自驾回去可能是一个主要选择 有一位网友拿到通信证 准备开车回老家 当他把车开到停车场门口的时候 显示的停车会把他惊呆了 停车场门口显示的显示屏是 他是临时用户 停车了1852小时五分 收费6200元 真是吓一跳 当然我们停了也太长时间了 这还算不错的了 我们小区的停车费 那肯定要把他吓死 因为我们是按日计费 而且是最高要到50 要到更高的状况 所以这个费用确实很厉害 而更多在网上也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案例 这个收费非常的昂贵的 你比方说一天20块钱的这种 是比较多的 我们小区是收50 那收了这么多的停车费 那怎么该计算呢 怎么样让这些人能够安心的 离开上海呢 可能真的还需要 有关方面来想一些办法 但是目前的状况 我看到的很多解决方案都是 先把费用付了 结了 对 先付钱 别管什么 把票要下 留下证据 将来需要的时候呢 再来看一看 有没有可能改变这个结果